我和我老公是在大学期间认识的 那个时候当我第一次见到他 就已经对他产生了好感 因为他当时是我们班级的优董生 每次考试都是全年级第一 因此老师也非常的重视 就这样我们两个人慢慢的接触起来 由于时间久了 我们都对彼此产生了好感 然后开始了交往 当时他就和我说他家里的条件 他告诉我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因为一场车祸离世了 他现在是跟着他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 我当时听他这么说 我也没有去过多的问他 毕竟这是他的伤心事 于是就这样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 大学期间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很好 紧接着大学生活毕业了 我们就觉得彼此的感情非常的好 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的父母 当我父母得知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让我把它带回去给他们看一看 当他们第一眼见到我老公的时候 就非常的不同意 他觉得像这种家庭根本就配不上我 而且日后如果我嫁到了他们家 日日过得非常辛苦 日后有了孩子也没有人给我们带 但是我从小脾气就非常的倔强 所以只要是我认定的事情 我就会义无反顾的去把它完成 不管我父母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 我就跟我父母说 如果他们不让我嫁给我老公 那我这辈子就不会找其他的男人 当我父母他们一听立马就同意了 我和他结婚 就这样我和我老公顺理成章的结婚了 当我们结婚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我被检查出怀孕了 短短的十个月过去了 我就为我老公生下了一个孩子 因为没有人照顾我 而且爷爷奶奶的身体也比较大了 没办法 我就和老公商量的去找一个保姆 当我老公听我这样说 他也非常赞同我的想法 于是第二天很快就找来了一个保姆 来到我们家中照顾我做月子 当他来到我们家第一天的时候 我发现他干事非常敏捷 主要是人也非常的好 只要我想吃的东西 他都会第一时间做给我吃 虽然他年纪已经六十多岁了 但他做起事情来还像三四十岁的妇女一样 这一点我非常的喜欢 每天我盲目过来的时候 他就会帮我照看孩子 因此我觉得我的小孩也非常的喜欢他 也许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间长了 产生了感情吧 突然有一天 在我老公不在家的时候 我发现家中这个保姆 有的时候自己会一个人在那里 情不自禁地笑出声 这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害怕 于是我就在第二天早上 和这个保姆明确地说了我的想法 我告诉他 我现在已经可以下床照顾孩子了 我希望他明天就收拾行李回家 当保姆听到我这样说的时候 他态度突然有所改变 表现得很不开心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然后第二天早上 他就收拾东西回去了 我想着去把保姆住的那间房子 给收拾一遍 就在我收拾房间的时候 发现床单下面有一张房产证 和这几个月的工资钱 因为当时我觉得非常的不知所措 于是就打电话给我老公 当我老公晚上回家的时候 他就和我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这个保姆 他就是我真正的婆婆 因为在我公公去世的时候 他受到了惊吓 从而产生了神志不清 动不动就会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傻笑 他之所以没有告诉我 而是怕我会因为这些 而不和他结婚 可是当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 我真的还是非常的害怕 甚至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老公突然变得很有心机 如果日后他和他的母亲 联系火来算计我 我该怎么办 现在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 很是纠结 我们下期再见 我第一次的原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